依孟宁的拉丁美卷 蓬松 氛围 显年少 你在家自己卷出来 垂涎头皮 鲜老 脸还更大了 今天学依孟宁亲自教的卷发教程 我还改良了 让新手也很容易收获一口依孟宁本宁的卷发 好奇是会跟我一样 面不齐驱 还哭嘴下半张你厚重的姐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剑 就三步 用到的工具是一个19mm的卷发棒 一个发圈 还有一个保护头发的 护发精油 好看的卷发用的都是同一套变美思路 重点也就是发着光泽感很重要 毛躁乱打着就很影响气质 提前抹一个护发精油 来防止头发受热损伤肝脏 特别是容易脱发的姐妹 你们梳头发之前 先用护发精油把头发揉顺一点点 再梳就可以避免头发拉扯断发 然后把头发在额头附近分成上下部分 上面只要做乳顶和头型薄满 下面就做蓬松和支撑处理 重点就是我们卷发的手法 方向要往外卷 这种外裤线条会显得我们脸 更往前走 更立体 修饰的脸型还更有空气感 梦琳姐是直接把卷棒压在头发上面 然后转圈 但是这样子新手 你绕的时候就很容易会碰到 抗伤手 反方向可能也很难适应 也可以随我这个 反向从发尾这里往上转的 它对手的要求就不会太高 这个手法出来的卷度 跟梦琳姐的 就是这种外翻的卷弧度 都是差不多的 先拿出一层头发 甲板在头发前面 卷筒在头发后面 夹住然后往上转圈 这样子头发的弧度就是往外翻的 尽量不要让头发重叠在一起 受热不均匀 发根的地方往后带一下 可以让发根的地方更蓬松 停留10秒 因为之前抹了发油 所以可以停留得更久一点 再把卷棒往下 松掉 它就会出来了 先不梳开让它冷却定型 这样头发更有支撑力 更Q弹 更持久 后面的都按着这个手法来 反方向也是记住 甲板朝前面 全满朝后面就可以了 转 第三步就是头型处理 主要是头顶这一块 先把下面卷好的绑起来 按你想要的发送 反向的把它分离一下 不然弄完之后 我们分界的地方是会很扁的 头发表面它需要更多的纹理感 所以我们把这些头发稍微卷一下 再按着同样的手法 停留10秒 往下松开 靠近头顶的地方 一层一层的分 胖地尽量靠近发根 头顶就会很蓬松 等它全部冷却之后 把头发从里面往外面梳 你看这种纹路就很好看 头顶的地方 往反方向梳 轴纸拨弄一下 它就会更蓬松 用点眼精油 护平一下 这些毛躁 一定是这种比较水样清爽的精油哦 不然咱们的卷就摆干了 逆时卷发就搞定 显得发量特别的蓬松 想要头发变多了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卷 这个卷发现实里也很很很好看 我本身就肩窄 也不会显头的 刚才还没发现实际上